好 柯澤現在雖然聲量高 但是他的原型逐一必露 那年輕人到底有多少鐵粉 還是說只要我們不放棄 阿伯你就不要放棄 這種年輕人到底多少 是不是他的地板 就是十七點五 還是會持續的下跌 因為我們看到年輕的支持者 以前他一個人是就打趴 超過一半以上的 對 現在不是了 賴青人已經追上了 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從藍白破裂 然後雙方各自去登記以後 看出來很多份民調 其實柯文哲的趨勢是往下 侯友宜趨勢往上 這個是大概可以確定 可是我們現在 現在要討論另外一件事 是說我們就以美麗島電子報來講 那為什麼賴青人又往上衝 而且衝了很多 這裡面其實有一大部分 是怎麼樣你知道 大家現在在分析說 為什麼最近看到這幾份民調 就是我跟他講 侯友宜往上合理 因為他們藍白分裂 那賴青人到底會為什麼 他們往上走 其實有一種聲音是說 其實被趙少康激出來的 因為侯友身勢能大漲 是因為他藍軍的基本盤回歸 他過去最慘的時候 大概五六成支持他 他現在已經到九成多 為什麼九成多 因為他得到左右護法 一個就是韓國瑜 改變中華民國的三個光頭 對 一個就是趙子龍 怕死人 長山趙子龍敵的 所以他有這兩個左右 深藍護法敵的一樣 深藍的票會集結 這是雙面認啦 深藍票集結意味著什麼 有一些年輕票會怕到 所以對柯文哲的這些票裡面 他們有一些 並不是移轉給侯友宜 他們可能會移轉給賴青德 所以說年輕人被趙少康嚇到了 對 所以他們 因為阿伯沒 阿伯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這些年輕人 他們還要選擇第二個選擇 所以對他們講 第二個選擇 絕對不會是侯友宜 而是賴青德 所以你看這個民調 我們看那個年輕裡面 光這個 這一次美利島的民調 20到29歲 柯文哲當然還是第一名 32.9 可是跟他過去 最年輕這一塊 他都得超級五十 五成以上 他拉到村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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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其實算很慘 第二名反而是賴青德 30% 第三名是侯友宜這一組 就是22.5 所以可以想像 這件事情 他說他們深藍集結 這件事情 對賴某種程度上是有利 很明顯的是 侯友宜的年輕票也跑了 對 愛後瑜本來就沒年輕票 他本來就沒了 就跑了 那我們另外還有一件事 要來討論就是說 對於最討厭 因為現在三腳多的情況下 棄保變成是一個很關鍵 就是說到底要棄誰保誰 所以我們要來看另外一個 就是跟大家報告就是 絕對不想投給誰 這裡有一個林傳媒 剛剛美麗島電子報是全市化 然後林傳媒這個是全網路 理論上對柯文哲比較有利 理論上對不對 但是你看 最不想要投給的人是誰 柯文哲這邊五十六 然後第二名是侯友宜五十 然後第三名是賴清德 就侯賴差不多 可是柯文哲在理論上 最有利他的這個網路民調裡面 他最討厭他的是五十六趴 這裡面我們還在細看 我還可以再幫各位帶來細看 跟上個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民調 要看同一份 比較準 跟同一份林傳媒這個網路民調比 跟上個月比 柯文哲的整個討厭度 上升了十百分 他真的沒這麼高人 現在他跟高人是六趴嘛 而且這裡面最討厭他的學歷在那邊 老人家最討厭他 五十到五十九歲 討厭度是六十五趴 那六十歲以上的長輩 討厭他是七十六趴 為什麼 當然就是因為 藍白河那場軍樂大戲 你怎麼糟糕 這也是最近柯文哲 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且最後再補一件事 你知道民眾黨內參的民調 他們說不是三組候選人的副手 都出來了嗎 最沒有加分的那一組是哪一組 民眾黨內參的民調 五十六趴 為什麼總共 連你們自己的內參民調 都認為吳姓銀最沒有辦法 你幫你們阿伯加富 所以柯無配這一組 現在真的就是變成是 就是來亂的 理論上他們最年輕 可是他們現在看起來 是真的這樣亂 所以對這些年輕朋友來講 過去我們支持阿伯 我們覺得你們最年輕 可是當你這樣子 把一些國家大陣 弄得很草率的時候 柯文哲的年輕表怎麼留 他有部分留到賴信德 有部分可能也會留到侯友宜這邊 所以將來這個大氣寶 就是說柯看起來 比較沒有機會的時候 藍綠這個大氣寶 到底是什麼氣 我覺得這個才是大家 最後在關懈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當然國內的賭盤 現在這個針對選舉的部分 大肆底定之後 開始有一些盤出來了 但是警察是要繼續抓的 國外的狀況 現在網路上有個叫做Polymarket 我的天啊 看好賴清德跟這個 其他兩個人 賴清德被這個看好度 狠甩侯友宜跟柯文哲 對沒有錯 差距非常大 那麼有關於這個賭博 當然罵不可以賭 我們只是把這個賭博的現象 這個賭盤的現象 因為攸關他們會去這些卡 對不對 跟那個相關的這個押注 會投訴在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總統大選上面 所以做一個討論 很有名的這個國外賭盤 Polymarket對不對 他自己本身預測台灣的賭盤 他資料更新到這個 昨天12月1號禮拜五 那麼這個東西是 當然也是網路下注 等等去下注就對了 那麼其實他到目前為止 還不是很熱 所以只有18.5萬 大概是500多萬的 相關的這個美金等等 目前是這個一致看好LINE 猴是37塊 柯是160塊 我告訴各位 你如果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 那麼你下注多少錢 那麼你可以拿到 一塊錢的美金就對了 以之前最糟糕的時候 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11月5號那個時候 不是四個人不是說要合嗎 柯文哲竟然會把整個民眾黨 壓進去 願意做副手低頭 把他民進黨嚇了一大跳 當然賭客反應最快 所以賭客立刻砰的下去 棒到什麼時候 到0.43 0.43就是說投 你投LINE 那麼0.43的話 如果LINE當選的話 可以拿一塊錢 為什麼 認為說賴清德 有可能不會當選 沒免 有可能不會動算 為什麼 因為你賠率越高 就表示他的可能性越低 對不對 所以賠率才會越高 結果後來隨著市局改變 其實這改變也只有一個人 柯文哲自己在改變 對不對 他不在那改變 也不過半個月的時間而已 從0.43 一直到0.67 一直到0.72 0.72 如果你去壓 壓賴清德當選的話 你贏就是1塊 當然賴清德沒當選 抱歉 你全部都打掉就對了 這個是他們賭盤上面的一個變化 在國際賭盤上面 那麼也象徵 這個Polymarky 不是只有這個台灣的賭盤 他在很多事情上面 都會開類似的一個賭盤就對了 但從他賭盤上面 我們可以看出 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各位要小心 要注意為什麼 因為現在還有騙子很多 騙局非常多 而且非常非常的精密 現在加到什麼樣的聽動 加到近年 那麼連賴清德都可以推銷加密貨幣 那個太離譜了吧 那不太離譜了吧 賴清德可以去推銷加密貨幣 說如果投資這個可以賺兩千 你投資什麼 各位 這事實上 這是現在的科技 他把一段影片拿來之後 那麼用 我們都知道現在AI技術很好 影像Apin就可以把人頭整個弄上去 更何況是這麼粗淺的一個技術 用這個包括蔡英文也是一樣 蔡英文也是被用來 用他的圖像畫面 用來把它變更成不一樣的 相關的這個等於說說法就對了 那以現在AI技術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不要說以前有一句話 現在要變更了 我也要改變了 眼見為憑 以前都說眼見為憑 現在就算眼見都不能為憑 要一定要去查證 經過查證 這個都是假的就對了 那麼AI技術厲害到什麼程度 AI技術厲害到荒謬到 可以把之前說要孫總統這四位人 合作在一起合唱一首歌 跟他們合體 合體一起唱歌 AI可以這樣 包括郭台銘 郭台銘在內 大家一起唱歌就對了 這其實都是AI技術 也不可以相信 這純粹伯君一笑就對了 他跟你說 我可以用這種技術 跟你做到這種程度 那除此之外 梅宗媽祖宗教 每次到台灣選舉最借選 中共的統戰無所不用其極 梅宗媽祖申請來台灣 說是用刁難 又有整個說 你刁難 宗教的事情 你台灣政府 民進黨政府說 對不對 宗教沒關係 兩岸將宗教交流是好的 結果你刁難 其實不是這樣 為什麼 都做239個 新生女祖媽祖要來台灣 其中竟然有218個人 跟宗教無關 夾帶的 你知道嗎 夾帶 跟你一整個有關鍵而已 你如果全部都有關鍵 你七八八 跟千里戰索農藝 都很歡迎 都很會來 對不對 問題是他們就會夾帶 藉機 你不要看他們表面上說 觀光客不讓他來 中國路生 不讓他來讀書 但是事實上他想盡辦法 要滲透到台灣來 他還是要搞這一招 除此之外 有什麼AI 大家要注意 最近有300多位 台北市聯醫的男醫生 不約而同接到恐嚇 或是什麼 是男女在旅館的不亞照 不亞照 接到這個恐嚇 跟你變說 因為我跟你說 這次他們沒有得逞 這件事情是有一個 很熱衷政治的醫生 先開槍的 在這臉書上 他接到勒索了 我沒有說一條 結果發現 你接到勒索 三百多位都接到 我跟你講 你們這三百位醫生 你不要生氣 其實有八百多位的 相關教授的學者 什麼都曾經接過 我告訴你 還有人付錢 還有人付錢 是我覺得最尷尬 最奇怪 你們為什麼要付錢 你要不要走 你為什麼要付錢 但是因為這一起 三百多位醫生 是因為 他的AI的技術 不夠好 不夠技巧 不夠好 對不對 而且你直接都是同一個畫面 人家只是一找 中國的那個相關畫面 因為這種事情很尷尬 都沒有錯 所以歸根結底就是 你不要去跟人家開房間 就沒事了 對不對 遇到這種事情 以後有人用這個來給你 競喊 或是說 你老公 或是說 你老婆 不要這樣 起到 你打架 你外面有雜貌 不要這樣 隨便就生氣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是用AI 來進行詐騙的行為 開始 啥 啥 開始